首先来关心 最近两岸领导人马胡慧的这个说法 甚嚣尘上 马总统昨天两度的为两岸关系节奏来定调 他除了说没准备好之前 马胡慧不如不会 而昨天接受美联社专访的时候 马总统全程以英文来回答美联社的记者的问题 好了这篇报道登出来的时候 美联社的初刊的专访里面说 马总统第二任将会启动政治对话 让这个总统府抗议 马总统昨天也在结束台南的行程 一回到台北马上在机场就召开记者会来澄清 五度选前总统利用场合替两岸关系的时速定调 什么时候是 马胡慧 其实其实我觉得这个道 不是那么急 因为见面如果没有把这些功课做好的话 那你说见了干嘛呢 人家会说相见不如不见 争团议论马胡慧可能性 19号下午三点半 总统亲自消毒好打住这个话题 事实上时间往前推五个小时 总统接受美联社专访 谈两岸关系的政治进度 重申没有时间表 老调重谈但明明说先经后阵 美联社下午四点却刊出台湾马总统和大陆有进展为标题的报道 表示马总统说2012赢得总统连任后将和大陆进行政治对话 眼见遭到曲解 担心变成第二天国内报纸头版头 晚上八点十分 总统才从台南飞回台北 就大动作在机场召开记者会 一天两大重要宣誓定调两岸节奏 以免在五都选战中备作文章 想不到意外招来反效果 逼得马总统危机处理加码演出 周年讯会黄一群宣问好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